謝謝各位美町女士先生 我們昨天接到了衛福部針對EUAL審查會議的資料 我們看到EUAL專家審查會議紀錄以後 我們是越看越不懂 就好像我們元宵登明要大家都在猜 每一位都從各個角度來詮釋 來解釋這個EUAL專家審查會議的結果 我們最後得到一個結論 我們有15位委員是有條件的通過 三位通過一位反對另外一位要補給資料 總共20位加上主席有21位 你把這些通通因為這些委員他來自於不同的專業 你可以看到對毒物的研究 對藥理的研究 臨床的醫師生產製程的專業等等各個 各個專業來的 你把它去識別化以後 就像學生 你是學工程的 你來去解釋這個毒物 解釋藥物 解釋感染 感染科的 那你當然就不專業了 所以去識別化 也就是什麼意思呢 去專業化 我們沒有辦法從他的專業 去了解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也就是替人民來做建築 去識別化 就等於去專業化 因為我們看不到專家 專家在他那個領域的專家所表示的話 去專業化 那也就是去為公共建築 這些委員 都是替人民來監督 可不可以發EUA EUA就是緊急使用的授權 因為在非常時期 在任何一個歐美先進的國家 美國有二十幾個藥廠單位 他們在提出來做 這是COVID-19的這個疫苗的研發 最後 美國指發了莫德納、江森、江森、兩個EUA 包括NOVAX 他們還沒有審查 還沒有發給EUA 因為他的大量 大批生產這一關還沒過 我們台灣發EUA 你可以知道 那麼隨便 那麼先設計再發 我們一般 我們台灣 這是我們台灣 這個 這個資料 是未服務 公布的 一般 我們 通常在 臨床實驗 量產中間 我們才發查驗的登記 可是我們現在為了在緊急狀況 事實上台灣 符不符合緊急狀況 這還按照世界的標準 根本就不符合 我跟各位報告 美國 美國一定是二期實驗做完 然後 三期實驗 像NOVAX 你做了 在119個點 做了 3萬個實驗者 但是他還沒有辦法 大量生產的 血液 所以還沒有發EUA 可是台灣在二期的期中報告出來 二期的期末報告 就是解盲 在今年10月底 11月初 才會解盲 這還沒有出來 就急著發EUA 所以 昨天 陳時中被問到 通常EUA是在量產之前 量產完 才會做檢驗 風險 他說 你們 這個檢驗風險 在量產提出來 可以施打 才 短短在兩個裏面 不是要一個月嗎 他說 這樣子會耽誤死神 意思就是 他要幫高端 開閉燈 他要幫高端 先射箭再化閥 他每齊名的叫 滾動式的送箭審查 其實就是滾動式的放箭 所以我們給他下一個結論 陳時中啊 是 去射好箭 把那個箭射好了 喔 哇很棒 十分 然後把那個把衣 上來給你 這就是陳時中 替高端護航 剛才我們前面講的 他的模式 他護航的模式 衛福部 尤其是陳時中 因為 蔡英文的交代 所以 他們根本 就泯滅良心 泯滅良心 完全不專業 為 制定專屬高端的 各位 製作專屬高端的規則 專屬高端的時程 專屬高端的確效 為福部 這個單位 毫無專業 毫無公正的立場可言 製作專屬高端的 配合高端 因為 蔡英文交代 規則 實成 確效 通通配合高端 謝謝 謝謝 所以 我們 找了 我們自己 研究 這份報告 昨天他送來的 這個審議報告 二十頁 我們讀了不要多少頁 我們也請教了非常多的專家 包括曾經當過 指揮委員的學者專家 他們 我們最後 得理出來 高端議會的會議報告 有五個沒有 第一個 疫苗安全性的報告 沒有 第二個 毒物反應的報告 沒有 第三個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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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的評估報告 沒有 第二個 風險 效益 評估報告 沒有 第五個 他說 十八票全數通過 結果 十五票是 有條件的通過 有條件去識別化以後 我們也真的不知道這些人到底在考慮什麼 他們專業的考量是什麼 第五個就是大家沒有共識 在這種方法其實除外就是沒有共識 既然沒有共識 我們要如何取悅於我們全國的民眾 我再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我們在三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 我們所公布的 衛福部也非常的震撼 食藥是從食藥組裡面 食藥組裡面我們取得的資料 從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在6月25號 7月2號 它就已經累計了26.2萬劑 他們認為可以施打的疫苗 昨天是8月2號 他們又公布了7個P號 各位你看看這7個P號 是不是就是7月31號 它是第9到第15P 所謂的60.9萬劑 我跟各位報告 衛福部 昨天所公布的 編號2106通過 2107通過 但是2808 2108 2109 210109 3109 3109沒有通過 21111 2112通過 加起來是7P 非常符合7月31號 第9到第15P的 我們從這邊 可以講到兩點 第一個 不良率實在太高了 因為他們原來估計 到7月31號 就應該要全部有87萬劑 但是它現在只有說 26.4萬劑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在 檢驗 警封的這個地方 可以 注射 可以注射 一定要經過 連續3P的缺孝 有3P的缺孝 有3P的缺孝 它有穩定性 它有安全性 可以用來施打 那 從這個板子裡面來看 它沒有3P的缺孝 沒有3P的缺孝 可以 把人拿來當 實驗體來施打嗎 我要跟 各位報告 Noabax 之所以沒有通過 它的 二期報告 三期期中報告 都做完了 它的有效性 有效性 高達100% 但是 為什麼 沒有 美國沒有 發給它EUA 因為 它的生產製程上 還沒有符合 美國的標準 兩公升的 跟各位報告 兩公升的 是實驗室 50公升的 也是實驗室 兩百 兩千 公升的 大概在 中型的工廠 很大型的 自動化生產 台灣現在 高端 所做出來的 就是兩公升 跟五十公升 兩公升跟五十公升的 它的良率 我們上次講的 只有百分之十八 不良率百分之八十二 你可以 給它 通過 檢驗封裝嗎 所以 我們今天在這邊 強力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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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時中 蔡英文 衛部部 你們在草間認定 接著 我們請陳醫生 委員長 再幫我們詳細的 來做說明 我們昨天從 食藥署所發佈的 昨天八月二號說 這個 高端這些產品 已經檢驗封間完成 然後 食藥署自己 也承認說 檢驗封間的時間 因為吃蛋白的關係 所以需要三十天 那照這個時間 先往前推 意思就是說 七月二號 這些 被 受檢的 這些產品 就是柏仁即將要施放的 這個 26.4萬劑 在七月二號 就已經生產出來 那七月二號生產出來 大家看吧 七月二號生產出來 那 昨天那個 衛部部所公佈的 這一個 這個專家學者的EUA 的這個會議紀錄 是幾號召開的呢 它是七月十八號 七月十八號召開這個 是不是要讓這個緊急授權使用 換句話說 在還沒有召開這個會議之前 就是七月十八號還沒有召開 專家學者還沒有做任何的討論之前 事實上 那 我們下 後面即將讓施藏這些高端疫苗 就已經生產出來 那這個東西 是有經過駐場檢驗 是有經過這個標準的作業程序嗎 即便是緊急授權使用 因為藥 疫苗是要注射到人的身體 一定的程序來做 根據這個國內這個法規 藥品查驗登記準則第21條 這個明平白白 這是白紙黑色規定 這個並不是可以改的 並不是說得 是需要必須 執行連續3P之製程確效 這是法律明文規定 不管你是緊急授權使用 或者是正常的正常的在申請藥證 這個就是規定 明文規定要連續3P製程有效 符合規定後使得上市 衛福部不要為了護航高端公然違法 很明顯的 從這張表 從這張 衛福認證這張是真實 吹哨者所提供這張表 我們看出來 高端在之前所產的這些疫苗 沒有連續3P有效 因為編號還有跳 這個陳時中部長昨天也承認 竟然說只要不見 編號還有跳 意思是說 高端的製程實在真的是不穩定的 他產出來的疫苗是不穩定的 那在不穩定的情況下 你看 7月2號 即便7月2號 他們產了26.2萬劑 到了今天8月份 他們要給我們施打是26.4萬劑 意思說在這一個月中間 他們還是沒有辦法生產出 其他穩定有效的疫苗 疫苗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是國人所最在乎的 我們看到這個專家學者 即便在會議中也講了一句話 本會的議決決議 僅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同意與否的決定權還是在主管機關 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說出我們的意見 但是我們也不敢幫你背書 連專家學者事上都不敢幫衛福部背書 這個說 道具人說 最終同意與否之決定權 人在主管機關 所以 因為是誰決定給的 是主管機關 衛福部決定給的 那在這次專家學者這個報告當中 這個千呼萬萬使出來 郵報比他幹這些報告當中 裡面有四位表示要有條件通過 其中有十二位表示要做三期才可以 衛福部你有按照這個專家學者意見來做嗎 高端做了三期了嗎 衛福真的想把台灣人民當做白老鼠嗎 要有良心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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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一次我們在看到這個審查會議記錄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開始 我們的這個 疾管署其實他就有特別講 他說 我們現在 向國外 國際的組織 國外的廠商 還有國內廠商購買的疫苗 預計採購總量是2981萬劑 那道貨量只有890.26萬劑 那我國的疫苗人事需要 而且卻有緊急公衛需求 是絕對不足的 所以他在這個會議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警告了所有的委員 我們的疫苗現在不夠 高端如果不能通過 那各位前場看台灣會沒有疫苗打 所以這是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下了這個警告 那但是呢 我們在審查會議當中啊 我們可以歸納出我們的審查委員 其實有講出三個問題點 那第一個問題點就是 產品製成這個產製品的這個平板的問題 也就是說 在很多今天以上 我們的總召書長所講的數據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穩定度不夠的 那因為來自於很多的穩定度不夠的數據 可以看得出來 不要說是保護力啦 搞不好連安全性 現在我們可能都必須要去質疑它喔 那第二個很清楚就是 這些委員提出的意見當中 沒有對於Delta病毒的保護力低的這件事情 大家都有提到 如果說 我們對於Delta保護力是低或者甚至於沒有 那麼 是不是我們打高端的獅童打安慰劑是一樣的喔 這點可能要再交代得更清楚 那麼第三個也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現在呢 其實高端疫苗在二期的這個減盲 都還沒有做 已經開始亮了下來 已經開始 供大家來做這個施打的這個意願填寫喔 那三期的這個試驗呢 是完全還沒有 所以呢 我們來看 那這一點也是 我們在這個審查委員當中 他非常擔憂的一件事喔 我記得在這個二期人體試驗的時候 那麼來參加二期人體試驗的人啊 都還可以領到這兩萬塊的一個錢喔 那三期喔 我們現在貿然的 就要去給全國的人的人民來施打 簡直啊 就是拿我們全民的納稅錢 去買這個高端的這個試驗品 然後讓大家來施打 不但沒有給這個試驗應該有的費用 還要讓大家深陷這個風險之中喔 我覺得真的是開玩笑喔 那其實講回這個國產疫苗 我們沒有不支持國產疫苗 但是我們不支持政府把國產疫苗 這樣子用這個不對的程序 那不當的程序 黑箱的作業 那把國產疫苗來壓苗助長 如果我們所這個投入的人力 我們所給予的預算跟經費 你好好的一步一步來做 那麼真的能夠完成二期試驗 幾乎到三期 那麼有保護力 有效力 請問一下今天全台灣的人民 會對高端有這麼多的疑慮 會有這麼多的擔心 會有這麼多的不信任嗎 我必須要說 大家對高端的所有的疑慮跟不信任 都來自我們的政府啊 不應該壓苗助長 要現在高端啊 切身為民啊 就非要老百姓接受他 那麼最後我們再來看喔 大家應該記得 在我們過去喔 我們在要向國外買疫苗的時候 那買疫苗的過程 買疫苗的經費 即便立法院開秘密會議 他還是不提供熱騰的資訊出來 但我們在問 疫苗的購買為什麼不順利 疫苗的到貨為什麼那麼低 各位知道記得嗎 蘇貞昌當時說 這就好比在買雞腿一樣 有沒有 買雞腿有很多的問題 不是說你想買就買得到 那麼拿雞腿來比喻 我們在國外買疫苗 那這一次我們要看到 我們對EUA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疑慮 那麼現在對這高端疫苗 也有很多的這個不信任 但是陳時中卻說 這做蛋糕也會有失敗 這到底是拿什麼比什麼啊 這麼嚴肅的問題 這麼攸關人民的問題 那麼我們行政院長 可以拿買雞腿來比喻 讓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可以拿這個做蛋糕來比喻 我覺得簡直是拿台灣人民的生命 在開玩笑 那麼真正讓我擔心的是 我們的BNT 我們的BNT 總共現在有1500萬劑 是經過郭台銘董事長 慈濟以及我們的這個台積電 在國外也簽約了 總共1500萬劑 但是我真的很擔心喔 現在看到高端疫苗屢屢出包 那麼它預定的馳程啊 那不斷的去 要去加感這個速度 可是看起來 它又有很多不符合規定 跟規範的地方 那會不會因為要鋪旁高端 就讓我們的BNT 用各種的行政程序 行政手段去把它拖延 讓BNT沒有辦法進來台灣 那這時候 我們是不是被迫 一定得接受高端疫苗 那這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就拜託我們的這個蔡英文政府 千萬不要拿台灣人民開玩笑 那我們的健康我們的性命 那是應該 我們政府要對共識的地方 以上 謝謝啊 這個 天下兩位委員的多明啊 就想到十多年前啊 那時候手機啊 剛剛風行的時候 有很多的不可可的功能 製造了很多山寨版的手機 各位啊 山寨版的手機 一直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可是後來啊 就發現了爆炸了 啊 燒起來了 對人體的傷害等等 感覺上 有一點像這個樣子 我們的疫苗 核實變成山寨版的疫苗 山寨版通常是比較便宜 可是我們這個山寨版又超級貴 大概世界上 沒有比我們還要便宜的山寨版 這個在這裡啊 跟啊 有兩 中市跟台市提問 中市問到 政院規劃 九月推出五倍券 不發現金 原因說是怕民眾扯起來 但現在無心價 光無心價是五萬多人 啊 創歷史新高 暫時先留 留在手邊 有什麼關係嗎 而且印這些券還要多 號 二十三億 我想最近的很多家的民調都分別出爐 有說七成的要求要發現金 還有我看回來 九成的號 九成的希望要發現金 我們從去年三倍券 他們的大內宣看到 製造 製造跟 運送的整個流程 耗費 二十二點六五億 二十二點六五億啊 一人發五千塊 就可以照顧到四十五萬人 一人發一萬塊 就可以照顧到二十三萬人 政府啊 麻煩 麻煩 朱登山 不要再為了保官位 製造大內宣 臺四提問 小S 蔡依林 都在臉書上發文 為我國東奧選手加油 引發中國網友的不滿 說他們是台獨分子 小S還丟掉了四個中國品牌的代言 請問 怎麼看一人 稱台灣選手為國手 卻遭到中國大陸的網軍出征 我要奉勸兩岸的網軍們 鐵域歸鐵域 商業歸商業 政治擺一邊 兩岸的政府 也要營造 我們兩岸交流和諧的氣氛 不要讓我們的藝人 在這邊 這個最後變為受害者 我想對兩岸 對所有的藝人 我覺得都是不好的 不公平 好今天就到這 謝謝 走 接著 群馬